不过 流年收回了手指 阿叶茨脸上的笑容微微一顿 也使着流年的样子扬起了眉头 不过什么 不过 我还是生气的 流年很平静地说着自己的感受 虽然她的脸上 她的表情上 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 可是 从她说话的语气中 还是可以捕捉到 些许不爽 或许是很多的不爽 有什么生气的 叶茨有点被流年弄糊涂了 你既然说了相信 却又生气 流年没有说话 她只是看着叶茨 叹了一口气 觉得有点无力 看来 跟叶茨探讨这种问题 绝对不能绕圈子 还是直接说清楚 是最好的方法 我当然是生气的 因为 她脱长了声音 整个人也趴在了桌子上 朝着叶茨的身边 轻了过来 在极为靠近她的地方 低声说着 你从来就没有这么对过我 怎么让清风 先捡了个便宜 叶茨微微一愣 望着流年那双桃花一样的细长眼睛 她的脸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有点烫 她垂下了睫毛 唇边溢出了一丝 若有肆无的叹息 好吧 我道歉 却不想流年只是一边 嘖嘖地叹气 一边轻轻地摇摇头 那你要如何 叶茨的声音更加轻了 流年伸出了手 扯下了叶茨的头罩 唇角带着魅惑的笑容 你不觉得 你该补偿我些什么吗 至少 至少要比对清风的多一些 叶茨想起了自己对清风的动作 又看了看流年 脸上猛的就烧了起来 这 这怎么能一样呢 对于清风 那是心无旁骛 那是敌人 可是 如果是流年的话 叶茨咬了咬嘴唇 用余光望了望周围的情况 只发现 这一酒馆的人 全部直钉钉地望着他们 如果说刚才 他们还懂得一点 遮懒的话 那么现在 根本就是赤裸裸地 无所顾忌 甚至恨不得 直接贴到他们的桌子边上 看个够 他立刻大为尴尬 脸上更烫了 于是冲着流年 咬牙切齿 喂 你不要太过分 流年只是盯着叶茨 他往日苍白的脸色上 此时此刻 却浮现着淡淡的玫瑰红 看起来 惊人的美 他缓缓地 垂下了睫毛 叹了一口气 啊 好吧好吧 我接受你的道歉 叶茨这次 呼出了一口气 他放松了下来 可是下一刻 他的下巴 却被人抬了起来 那夹杂着属于流年气息的滚烫 毫无顾忌地 贴在他柔软的唇上 叶茨只觉得 大脑里嗡的一声 就变成了一片空白 而唯一剩下的意识竟然是 这里有好多人看着 法忽勤 执于礼 法忽勤执于礼 法忽勤执于礼 鱼头转向之中 叶茨的耳边 却一直回荡着这句话 忽紧忽远 而浑身的血液 似乎都要被点燃了一般 燎源一样地烧了起来 在他的血管里奔腾叫嚣着 那个吻极具轻略性 好像带着惩罚一样 从他的唇边落入了口中 与他的蛇交缠 压倒性的霸气 让人忍不住地站立 这一幕来得太过突然 甚至让整个酒馆里 所有的人都瞬间禁止了 所有人都用一种 瞪口袋的表情 盯着面前这一幕 过于激情的画面 接吻是个多么常见的事情 可是接吻的人多半都是选择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 悄悄进行 就算被看到也可以遮一下 而面前这一刻实在来的冲击性太强悍了 居然无招无拦地就发生了 太暴力了 太刺激了 太激动人心了 有人吸了吸鼻子 有人摸了摸脸庞 有人也跟着激动了起来 酒吧台里的调酒师也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兴奋不已 不慎手里的酒杯被吻了下去 清脆的一声碎响 惊醒了众人 也惊醒了叶子 流年 他想说些什么 可是所有的言语都被那霸道的唇舌全部吞噬 他只能伸出手想要推开它 却没有想到反被流年压住了 欢呼声 口哨声 一时间响彻酒馆 所有人都沸腾了起来 流年 好样的 流年 飞倒他 飞倒公子幽 流年大神 我崇拜你 流年 你太难忍了 叶子本来就有些不好意思 听到这样此起彼伏叫嚷声 更是尴尬地恨不得找条地方钻下去 他猛地推开了流年 啪的一声 背后的弩机 已经在他的手上拉开 冷冷地冒着寒光 只是 他的弩机又斜许颤倒 他的脸色更是红得 跟喝醉了酒一般 整个酒馆原本热闹的气氛 猛地凝固一般地安静了下来 就在这一刻 一只手 按在了叶子的弄机之上 叶子猛地抬头 却看见 目光深邃的流年 他微微一愣 却天翻地覆 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才发现 自己竟然被流年 扛在了肩膀之上 他顿时 羞愤交加 冲着流年的背 就挥起了拳套 你把我放下来 你这个臭流氓 而流年 却似乎根本就不在意一般 就在这时 那欢呼声 口哨声 再次响了起来 比刚才的更加热烈 伴随着这样的欢快的声音 还有更多玩家的叫好声 流年丝毫不管叶子 在身后的挣扎和敲打 好像是一个领导人一样 冲着所有的玩家 挥动着手 大笑着就扛着叶子 快速离开了野猫酒馆 他的速度极快 原本是在地上奔跑 阿后猛然顺着 高低错落的建筑物 几步就跳到了房顶上 流年在房顶上飞奔着 那呼啸的风 从他的脸庞吹过 吹起了他的头发 虽然被他扛在肩膀上的叶子 还在不停地挣扎咒骂着 但是这些 似乎都不能影响到 流年的好心情 一个灿烂到极致的笑容 在他的脸上绽放 也不知道他跑了多久 就到叶子都放弃咒骂和挣扎了 就这样静静地被他扛着 彻底放弃了对付这个 不要脸的臭流氓 可是这个时候 他却停了下来 然后轻轻地 将叶子放了下来 叶子站在地面上 才发现这是英雄城中心城区的皇家钟楼里 他的身边就是那口巨大的桶钟 每当到准点的时候 他就会当当当地响起来 不过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现在很生气 很生气 相当地生气 他想也不想 抬起手 就朝着流年的面颊上拍去 不过下一秒 他的手 却被流年抓住了 叶子拼命地 抽了一下手腕 可是 却争不开 干脆又抬起了另外一只手 朝着流年拍去 不想 那一只手 也被流年的另一只手 给抓住了 女子生气 流年眯着眼睛 看着叶子 唇角亲敏 似乎有一个 若有似无的活动 废话 叶子的眼睛 都要冒火了 他从小长到这么大 从来就没有这么丢人过 他又想起了刚才的事情 脑子里又嗡嗡地想着 太阳穴也开始 突突地跳了起 那正好 我也在生气 流年的眼睛 眯得更细了 他用细不可闻的声音 哼了哼鼻子 虽然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却有一种 密而不发的危险 溢了出来 听闻流年说 自己也在生气 叶子更是冒火 他的声音 忍不住提高了 你生气 你还在生气 喂 你讲点道理 听不行 刚才你自己说的 你不生气了 弄出那么大动静之后 你还说你生气 我还没有找 你的麻烦好不好 哦 流年望着 叶子那张 因为生气 而变得愈发生动的面孔 翘了翘嘴角 没有说话 嗷什么 你怎么能在大厅广众之下 做这种事情 叶子见流年不说话 愈发的凶悍了 那副冒火的样子 要是提把菜刀的话 简直跟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女煞星一样 不过 面对如此盛怒之下的叶子 流年似乎一点都不在意 他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他轻轻地挑了挑眉嘛 淡定的几乎让叶子抓狂 哦 我故意的 你 叶子几乎快像是原子弹一样的爆炸了 他挣脱出双手 指着流年的鼻子 半天都说不出一个字 你 你怎么能故意呢 我不过是打个商标而已 怎么了 流年依旧风轻云淡 他看了叶子一眼 之间那根指着自己的手折头 已经被气得颤抖起来 而他的面颊更是愤怒地快要爆发了 赏标 叶子的声音越发尖利起来 看得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流年再加一把火的话 可能下一秒 他就要拔刀相向了 好吧 我道歉 我做的有点过火了 流年眯着眼睛 露出了一丝细血的笑容 他双手抱在胸前点点头 表示自己十分真诚地道歉 然后低下头来 将面孔送到了叶子的面前 这样吧 我让你打几下发发火 哪有这样的人 叶子现在真是恨不得将面前这个人直接给捏死 但是 如果他真的让自己打 他又觉得胜之不武 他只能恶狠狠地瞪了他几眼之后 恨恨地放下了手 而流年似乎早就料到了叶子会这样 他只好叹了一口气 四披赖脸地笑道 那这样吧 你看这事我们就扯平了 和好吧 什么叫扯平了 叶子因为一口气憋在胸口里发不出来 所以口气变得有些恶狠狠的 他瞪了那没脸没皮的流年一眼 你看你看 事情的开始是你调戏清风对不对 这事就不好 我生气了 所以你道歉了 但是我不满足 所以我就亲了你 可是换成你生气了 不过我也又道歉了 这不就算扯平了吗 流年十分有条有理地分析着 可是越分析叶子就越觉得不对劲 这叫什么事 直到他又摊开了手 叹了一口气 唉 其实吧 我觉得你没有理由生气 你是我的女人 我亲一下又能怎么了 你说对不对 这句话似乎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叶子内心的小火山突突地就爆发了 他猛地转头 一个闪身就到了流年的身后 而这个时候 流年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 只发现叶子一眨眼不见了 他立刻想要转身 可是就在这一刻 一股强大的力道已经从他的后腰穿 本来就是站在钟楼边上的流年 立刻身体失去了平衡 从钟楼上掉了下去 叶子这才放下了腿 哼了哼鼻子 发现一般的从鼻子里哭出了一口气 拍了拍双手 心中那叫一个爽 终于爆了一件之仇了 他就是要让流年这个贱人遮挡 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自己 否则有他好看的 他转过身 心情愉悦地望着天空露出了一个开心的笑容 不想就在这时 哼 叶子却懒得搭理这个家伙 只是转过了头 不想在下一刻 他的眼前一闪 似乎有什么飞了过去 下意识地 叶子伸出了手 一把就接住了那个东西 他低头一看 只见是金色的饰品 造型古朴而别致 精美无比 一边有一根长长的金色丝带系着 看得出这是一个系在头上的头饰 叶子看了一下这玩意的属性 多拉的头饰 魅力加三 敏捷加十 这其实是一个属性实在是一般的东西 不过由于它可以和帽子叠加 并且还有三点魅力的加成 倒是也实用 不过 叶子戒的 这东西在上一世 被炒成了天下 原因除了刚才那个 可以和帽子叠加之外 还有一个 这是命运里 文数不多的 但属性的装饰品 当然 因为它外表的漂亮 也让游戏里的众多女性 趋之入物 有需求 自然就有市场 在这么多女性都希望得到的情况之下 自然价格就一再攀升 不过 尽管如此 这东西所拥有的人 还是不多 只因为 它的暴率 实在是太低了 不仅是特定的boss才会暴 暴率更是达到了 十万分之一 如此惨淡的暴率 在上一世 让它的价格 实在是让人望而却步 只是 流年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在命运中 除了中部大陆之外 其他的四个大陆 虽然各有各的风格 每个大陆上的地图 也不尽相同 但是 从副本安排的角度上来看 其实 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比如 三十几以下的大中小型副本 数量都是一样的 掉落的装备都是一样的 掉落率也是一样的 再比如 八十几以下的大中小型副本 数量也都是一样的 掉宝装备同样是一样的 掉落率也同样是一样的 而八十几以上的大中小副本 那啥我就不重复了 其实 都是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 无论四个大陆 是怎么一种关系 这四个大陆的地理环境 有什么样的差距 但是 大家的装备 都是差不多的 不过 在八十几以上的 各个大陆的副本之中 出产的各式装备之中 会有一些 各个副本里 特别的装备 就比如现在 叶茨手里面的 这个多拉的头饰 就是西部大陆的 大型副本 火拉水城的 第三个boss 水妖多拉 才会抽的 特有装备 也就是说 这玩意 只能在西部大陆 爆出来 而其他大陆 是不会有这个东西 所幸的是 这东西可以交易 这也就造成了 它在拍卖行里 添价的结果 当然 在其他三个大陆 虽然没有 多拉的头是这样的 副本特有装备 也有其他大陆 不曾有的 特有装备 这些装备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都是 爆率比较低 出产它的boss 比较难推倒 造型很漂亮 只要一出现 立刻就会被 轰抬到 很高的价格 于是叶茨 比较奇怪 也就暂时放下了 继续跟流年 斗气的想法 拿着那个头饰 冲着 站在凤凰背上的流年说 你怎么会有这个